上高速跑长头时 为什么老司机不会走在最左边的车道呢 很多的习子朋友他都不知道 如果说你连这一点意思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我就劝你最好是不要上高速跑长头了 那么接下来实际就给大家分享 三点注意事项和细节 为什么老司机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不会长时间走在最左边的车道 首先第一点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左边是不是这种隔离带 如果说我们长时间走在最左边的车道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花眼 如果说你一旦发眼 盼得不准我们左边车身与旁边的富然的话 一旦刮衬 那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对不对 当然了除了还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当我们右边车道有车的时候 我们要超车的时候 那当然肯定要走左边的车道了 我们再超车了对不对 如果你又不敢开快车的情况下 你走在最左边的车道的话 那别人你归宿行驶 后方的车没有发现你 也是很容易追尾的 对不对 所以对有心事来说 都建议大家走在右边的车道 为什么要走在右边的车道 这也就是第二点给大家讲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前方遇到这个景色情况 我们往左边道 避让 左边就是车道对不对 往右边道 避让 旁边就是这个应急车道来避让 对不对 这也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也就是对有雨天开车了 为什么雨天开车 我也不建议大家走在最左边的车道呢 这也是很多的新主朋友可能没遇到过的 特别是这个雨季来说 我们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万一遇到这种下大雨的情况下 你走在最左边的车道的话 左边车道它是很容易积水的 是很容易撤罚或者是撤翻的对不对 所以对有新手来说上高速跑长途 只要不是在开快车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在超车的情况下 都建议大家走在中间的车道 或者是走在右边的车道 那么都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当然了 如果说来大家看一下 像进这样的隧道的时候 就一定要选择走左边的车道了 因为右边的车道大货车比较多了 当我们遇到大货车比较多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跟在大货车后面的话 那你就只能慢慢的等了 因为隧道内又是这个实线是禁止变道的 你因为前面的车速比较慢 你就压实线变道的话 这种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旦被拍那扣分也是少不了的 假如说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 跟旁边的车发生刮成了的话 那还是你的权责 那就比较尴尬了对不对 所以在进入隧道之前 都建议大家走左边的车道 在我们出隧道以后的话 对有新手来说 只要你不是在开快车 不是在超车的情况下 那也都建议大家走在这种右边的车道 这样的话对有新手来说 上高速跑长头 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这个麻烦